才刚刚过新研究的美梦成真 这真的是太棒了 大年初五的时候 国内有一家五星级饭店 别出心裁的请来了 财神爷帮房客圆梦 因为全球是保密的 饭店出动了上百人采买送礼 除了大受欢迎的3C商品之外 还有小朋友指迷要买洗街车 最特别的是 有一对情侣获得了一纸婚件 当场求婚成功 拍出财神爷帮饭店的住客圆梦 不过一百多位房客 愿望还真的是千奇百怪 白小学生 他要什么 其实在问的时候 一直想要诱导他去讲 这个是不是要消防车 因为消防车知道比较容易买 结果他就是很坚定的说 我必要消防车 我就是要洗街车 所以我们的同仁就开始到处去跑 拍出六个团队负责采购 还有一百多人进修 礼物从一口吃的小笼包 到五十五寸的大电视 一百多个愿望 通通在六个小时之内完成 其中还有请旅客找到婚简 他的心愿要来买个戒指 那结果当时我们董事长也在现场 他在跟我在后面这样听 我们一起在那边听 结果他就跑回家拿了一个 他自己买的一个新的戒指 然后来贡献出来 连董娘的戒指都拿出来圆梦 完成求婚任务 饭店砸下百万 但一般民众最想知道的 应该是明年还办不办 Wha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